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前几年看到老高的影片 他在讲的是一次世界大战始末 我觉得讲的也蛮不错的 看到最后他提到了一个 令我很震惊的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就是他们1914年 打到圣诞节的时候 竟然英国跟德国的士兵 主动的放下了武器 圣诞节怎么就别打了 然后就停火就休战 而且这不是沟通来的 而是就在站壕沟里面 两边就突然间想要庆祝圣诞节 不想打了 然后还走出来 走出来之后 就好像交朋友一样 大家踢了场足球赛 所以老高讲到这里之后 他竟然还哽咽了 因为他觉得战争这件事情很愚蠢 那阿兵哥们很不幸的被卷在战争中 可是事实上在 就是人还是有一种很自然的 很内健的 很intrinsic的一种goodwill 我想尤其是在圣诞节这样的一个温暖时刻 所以他们竟然就是愿意把手伸出来说我们就来握个手然后过个节吧 所以这一段还蛮令人感动的所以老高哽咽了 那我看就哇塞真假的 所以我就找了一下下那还真的看到有这个报导 也不能算报导算是历史上记载下来的事情 所以这边是一个网站叫做history.com 那里面就有列这个事情 我们来读一下 我觉得他写的其实还蛮文字上很精简 大家不用花很多时间把整个读完 我们基本应该可以几乎整个读完 那看看能学到写什么英文 所以开始了 The Christmas Truth occurred on and around Christmas Day 1914 When the sounds of rifles firing and shells exploding Faded in a number of places along the western front During World War I in favor of holiday celebrations 第一句先看完 那马上看到一个字你可能不太熟 就是The Christmas Truth 我们一般可能理解Truth Th结尾 让你知道这是事实真相之类的 可是这里不是这个字 是Truth C1结尾 它的意思叫休战 我们一开始就必须面对一个很讨厌的整理 就是这三个字 我刚刚找了一下下 大概勉强的理解一下 Cistfire这个字是很常看到的字 Fire你知道就是薄火这样子 开枪叫Fire Cistfire就是很单纯的停火 多半它是一个很简短的东西 我们现在停火 可是两天后可能又再打也不一定 那停火是停火 休战呢 虽然说它好像也有短的意思 可是它的意思就是停止战争的概念 所以你看我们讲停火跟休战中文也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会想说意义上差不多 那无所谓 我觉得我们也不用纠结在这个上面 你把这两个想成差不多 我觉得也无所谓 那再难 就是另外一个字 也不是说再难一点点 有一个字叫做Armistus 最后这一个字 它就真的是停战了 就是我们现在停下来要沟通 想办法和平了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相信是两国最后的打仗 打到后来不得不两边都累了或之累了 好吧我们就来一个Armistus 这样子Armistus OK所以这三个字我们很快的就看了一下下 Cise fire, truth and armistice 那它这里用的字是truth 休战一下下 好所以Christmas truth Occured on and around Christmas day 1914年刚这边看过了 那下面还有讲的就是来福枪的声音 The sounds of rifles firing 以及shell这个字就是那个子弹的弹架 所以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是 例如说什么炮弹之类的 然后就爆炸这样 所以那那个也是shell 或者说有个字叫shrapnel 它的意思是那个 那个子弹 或者说是那个爆炸的东西 它所弹出来那个碎片 那个碎片可能会伤到你或这些的 那那个叫做shrapnel 好然后 所以这些东西突然间就faded 就弹掉了在好几个地方 In a number of places 沿着这个西线的战事 所以这个front 我们可以叫它哪边的一个战线这样子 所以in the western front 在他们的西边的战场上这样子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停下来呢 因为in favor of 因为要过节 holiday celebrations so during the unofficial ceasefire 所以这是一个非正式的 非官方的一个ceasefire soldi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conflict emerged from the trenches and shared gestures of goodwill 所以两边的soldiers 就从trench trenches出来呢 什么是trench 我们知道一战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先进 所以他们打的是豪钩战 大家懂意思 所以为了接近你这边的一个碉堡或之类的 我必须攻下的地方 我们就挖挖挖挖挖豪钩 那豪钩的话 我抬头起来射你 你抬头起来射我 你射不到 因为我躲在豪钩里面 对方可能也躲在豪钩里面 然后就慢慢的接近接近这样子 我在想那如果丢手的弹下去会怎样 还是那时候连手的弹都没有说不定 不是专家不晓得 但你知道豪钩战的概念 所以trench就是豪钩 那再讲一个 这个字延伸到现在还常在用 叫做entrench 那它多半用的用法是被动的 所以要是你卡在一个 你深陷泥沼的概念 你卡在一个什么不开心的状况下 我们就可以说你现在状态是 you're entrenched in 什么东西 这样子 ok entrenched 好大概可以懂 应该不难理解 好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有一个是红色的标题 did you know 你知不知道呢 on december 7th 1914 on december 7th 1914 pop benedict 这是几世啊 十五还是 应该是十五好像是 所以这个benedict 十五是 suggested a temporary hiatus 这个hiatus这个字也认识一下就中断 所以他建议了 我们就先中断一下下 而且是temporary暂时的 so temporary hiatus of the war for the celebration of christmas 所以为了庆祝圣诞节 我们要不要休战一下下 the warring countries refused to create any official ceasefire 所以在打仗的这几个国家 拒绝来开创一个 这个就是官方的一个停火协议 cease fire 拒绝了 那waring countries 应该蛮好理解 waring 就是打仗中的 那另外一个词叫做 belligerent 这个词是我在以前 我读历史课的时候看到的 这个belligerent就是参战国 这样子 交战国好了 交战国 ok 所以这里他也可以换成belligerent 但他用一个简单一点的字 就是waring 所以这些打仗中的国家 拒绝来就有一个official ceasefire but on christmas 那阿兵哥们鸟你啊 我就想过个圣诞节嘛 那我跟对方真的也没仇恨 所以下面继续 这个故事走下去 你会觉得当时他们德国的 这阿兵哥们真是勇敢 好我们先这里看下去 but on christmas the soldiers in the trenches declared their own unofficial truths 所以在战壕里的这些 战壕里面这些士兵们 他们就宣布来自己的这种 非官方的一个停战这样子 往下看 starting on christmas eve 所以从这个圣诞夜 many german and british troops fighting in world war one sang christmas carols to each other across the lines 所以他们在圣诞夜的时候 就两边的人就已经在对着彼此唱圣诞歌了 所以christmas carol carol这个字 这不是一个女生名字叫卡罗吗 但是carol也是我们讲的那种 唱圣诞歌 christmas carols 好那对着彼此唱 然后across the lines at certain points the ally soldiers even heard brass bands joining the germans in their joyous singing 所以ally就是那个同盟国 那你知道同盟国叫 allies 那轴心国叫做axes ok axes and allies就是轴心国与同盟国 所以这些同盟国的这些士兵们 甚至听到了brass band 什么东西啊 就童馆乐器的那个乐团 所以童馆乐团就似乎听到了saxophone 或者saxophone是木管 还童馆我忘记了 可能听到小喇叭啦 或者什么这些的 好所以唱继续唱 at the first light of dawn on christmas day 而在散诞节当天的破晓的时候 the first light of dawn down这个字就是黎明的时候这样子 有一些some german soldiers emerged from their trenches and approached the allied lines across no man's land 他们就从他们的战壕出来了耶 然后就走向了英国这边 ok太勇敢了我觉得 那什么是no man's land 这就是again就是一战的时候 中间那一块地方没有人敢过去 因为你过去马上被射死啊 但总之他们就出来然后就过了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就叫着 Merry christmas in their enemies native tongues 所以他们是用英文对着英国人说 Merry christmas in their enemies native tongues 他们的母语 at first the allied soldiers feared it was a trick 所以一开始同盟国的士兵们 他们害怕是假的是trick but但是一战的时候假不了啊 seeing the germans unarmed 他看到这些德国的士兵什么叫unarmed 没有手臂哦 不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军装 没有装备unarmed ok 所以armed是什么 armed就是持有枪械的 所以有一个词就是armed robbery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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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械抢劫这样子 ok 所以他看到这些germans unarmed they climbed out of their trenches and shook hands with the enemy soldiers 他们也爬出来 然后就跟他们握手了 the men exchange presents of cigarettes and plum puddings and sang carols and songs 所以这些男人们交换了礼物 什么礼物 呃烟 cigarettes plum puddings plum puddings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圣诞节会吃的东西 他们就叫他圣诞补丁 ok 所以交换了这些食物 然后唱圣诗 然后唱歌这些的 some germans lit christmas trees around their trenches 所以有些德国人点了圣诞树 and there was even a documented case of soldiers from opposing sides playing a good natured game of soccer 甚至是有记录的这些士兵们 就两边的opposing sides的士兵们 竟然踢了一场这个这个good natured game of soccer 这个good natured都不知道该怎么翻 但总之就是很本意良善的 大概可以这样子翻译吧 所以他们还踢了一场足球赛 所以我今天用的影片的那个标题 我的那个thumbnail上面 也是用了这一张足球赛的当时拍下来的照片 说真的很令人感动 ok 因为 哎干什么打仗呢 对不对 那下面当然就一些这个 一些 就 甚至德国的军官 讲了一下 评语什么这些的 好 那但这边再讲一段 好了 some soldiers used this short-lived ceasefire for a more somber task 有一些军人士兵们用了这一个短命的一个 ceasefire 这个可能也就没几天 好像是不是有一个礼拜 我搞不清楚 那所以短命的这个词 short-lived 或者你把它翻译成short-lived也可以 我都听过 所以这短命的ceasefire 他们做什么 做了一个更sumber的一个task 这个sumber就是 啊比较灰暗的 比较比较阴暗的 比较 比较没那么阳光的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 比较sumber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你知道可能你的 你的朋友们什么之类的 在战场上死掉啊 那那你知道他刚刚 我们讲说一战嘛 中间有个no man's land 那可能就死在那边啊 这些的 但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把他们的尸体拿回来 那他们现在就趁机把尸体清一清 所以这里说 the retrieval of the bodies of fellow combatants who had fallen within the no man's land between the lines ok retrieve就是拿回来 所以retrieval of the bodies of 他们的同胞们 fellow combatants 所以combat这个字就是打 打仗打架之类的 combatants 打仗的人这样子 那他们已经倒下了 who had fallen within the no man's land between the enemy lines 是这样子 好所以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好剩下的部分大概算是一个 内容上蛮重复的 但 看了以后有什么感受 看了我都觉得真的蛮感动的 那尤其是现在正在 in light of the war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就你知道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件事情 那看到了以前 一战的时候竟然能有这么样的一种 一个goodwill 在打仗的时候你还可以在 或许他们根本本本就不想打 那圣诞节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可以来 来干脆交个朋友 那所以老高讲的就是说 要是今天在没有打仗的话 说不定他们是可以当好朋友的 但偏偏因为打仗的关系 必须踩敌对的状态 必须我拿枪射你拿枪射我 这真的是人类的这种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人类算是丑恶的一面吗 不晓得 可丑恶的事实上只有上面的人而已 打仗的人就是上面在决定的 大部分人是不会想要打仗的 尤其是越下面的人越觉得 我安身立命好好过生活就好了 干嘛要我上战场 拿我的命去跟人家拼搏呢 为了什么为了你对不对 好anyway说到这里大概也够了 所以这是让老高都哽咽的一个 历史上的一个故事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也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